穿过一片儿童游乐设施 便进入了熊本县的院长寺 这里是向良寺的菩提寺 寺内供奉着向良寺的历任家都 几几个奇怪的人 这几个人的出现 是因为当年的一场杀戮 这场杀戮导致了若霞熊古寺的终结 若霞熊古寺在日本战国的存在感并不强 他像一个迷途的旅人 从板东平市出发 一路跌跌撞撞走向终点 平安时代天皇家虽然人丁兴旺 但人均可支配收入日益减少 值得让部分公子王孙 降为臣级自谋生路 825年 还武天皇的儿子葛元亲王 把儿子平高旺送到祖国新开发的东部 投入到狂野东部的圈地运动中 开启了板东平市的漫长旅途 平高旺的几个儿子中 老三平良将早逝 老大苹果香和老二平良间 十分痛心 为了显示出兄弟之间不分彼此的深厚情意 他俩联手把三弟的领地抢走了大半 老三的儿子虽然十分不满 但也没说什么 他是个不善言谈 喜欢默默做事的年轻人 名叫平将门 不久 当地的国司元户也开始侵占平将门所剩不多的领地 双方争斗了起来 老大苹果香赶紧过来调停 苹果香是国司元户的女婿 因此他表示 虽然平将门是我的亲侄子 但我绝不会偏袒他 这事我不看都知道是平将门不对 平将门不善言谈 只得默默地一刀砍死了大波苹果香 并将苹果香和元户的庄园烧为平地 大波苹果香的儿子平真盛十分生气 找来二叔平良间平礼 恰好平良间也是元户的女婿 他表示平将门虽然是我的亲侄子 但我绝不会偏袒他 这事我不看都知道是平将门不对 并喊来老八平良正来平立 巧的是平良正也是元户的女婿 他表示平将门虽然是我的亲侄子 但我绝不会偏袒他 这事我不看都知道是平将门不对 平将门不善言谈 只得默默地起兵厮杀 并取得大胜 还将二叔平良间的庄园劫掠一空 平良间等人把此事告到朝廷 朝廷表示这是家庭纠纷 我们不管 后来局势进一步恶化 不善言谈的平将门 为了增加自己的说服力 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自立为新皇 而赖户内海的藤人春游 也趁机作乱 准备和平将门东西夹击 推翻朝廷 这次朝廷立马表态 平将门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 绝不是普通的家庭纠纷 并下令讨伐 最终平将门被平真胜射杀 而这场家庭纠纷被后世称为 承平天庆之乱 此时距离弱霞熊谷市 还有六百年 1023年 板东平市又出事了 老六平良门的孙子平中长 被家族其乐融融相互屠杀的良好氛围所触动 决定造反 朝廷继续使用以平治平的战术 派大伯的后人平之方前去评判 双方缠斗了两年 平中长誓死不详 朝廷失去了怠心 将平之方解职 改派袁赖信前去讨伐 誓死不详的平中长当机立断 宣布投降 随后病死 袁赖信不战而胜 十分开心 平之方觉得袁赖信很有前途 于是把女儿嫁给了袁赖信之子袁赖一 并把自己在镰仓的封地 作为嫁妆送给了他 此后 袁赖信开始经营东国的五家势力 平之方的四爷爷平为恒 创立了一世平氏 一世平氏后来在京都权倾朝野 被称为平家 多年后 平之方女婿的后人 和四爷爷的后人 将爆发一场更大的家庭纠纷 后世称那场纠纷为袁平和战 此外 平之方还有个儿子叫盛范 是异豆山全县的僧人 盛范的孙子叫北条石家 和先祖平之方一样 北条家后来也找了个原氏的女婿 叫袁赖朝 此时 距离袁平和战 还有150年 距离若霞熊谷市 还有500年 平之方的孙子 叫平盛芳 因参与谋杀平家的平公圣而被捕 朝廷并不意外 表示这是板东平市亲属间 常见的互动方式 平盛芳被处死 儿子平之珍逃到了武藏国熊谷乡 据说熊谷乡有一头巨熊 十分凶猛 结果这头熊碰到了更加凶猛的平之珍 被猎杀 此后平之珍成为当地武士的首领 并改名熊谷之珍 继承了板东平市敌流血脉的熊谷市诞生 熊猛的熊谷之珍在17岁去世 不过也有传言 他去世时是18岁 或者是57岁 67岁 以及86岁的说法 总之 熊谷之珍英年早逝 是个长寿之人 此时 距离若霞熊谷市 还有400年 熊谷之珍的儿子熊谷之石 小名叫龚史丸 这个名字很贴切 熊谷之石的确功马贤熟 云平和战 熊谷之石加入了他曾祖父妹妹的后人 原来朝一方 而对手则是他曾曾曾曾曾祖父四弟的后人 平家 一支谷之战前夜 熊谷之石和儿子执家说 咱们熊谷市得拿一次投工 可惜每次都被别人抢先 今晚咱们早睡 明天一早就出发 务必抢到投工 执家说 爹爹且慢入睡 我听说平山计中也想抢投工 今晚一直见不到他的人影 我怀疑他已经摸过去了 熊谷之石大惊 连夜率军出发 结果敌人对熊谷父子的叫阵毫不理会 父子二人只得退后休者 拂晓时分 敌人大开城门 熊谷父子大喜 突然 平山计中的人马不知从哪杀了出来 率先窜入城中 熊谷之石父子紧随其后加入厮杀 激战中 儿子执家中剑 请父亲帮他把剑 实质大怒 投工都要丢了 哪有时间弄这些小事 随后追击敌将 平敦胜到海边 眼看敦胜要登船撤离 寻谷之石大喊 前面逃跑的五家男儿 可敢回来一战 平敦胜年轻气盛 果真回来决战 两个平氏后人一番厮杀 寻谷之石胜出 由于敦胜相貌 酷似儿子执家 寻谷之石想放他逃生 被平敦胜拒绝 最终平敦胜战死 这个故事后来被改编为能剧 其中人间五十年一段 深得某位大名的喜爱 可惜平敦胜这样的性格 并不能带来好运 换成德川家康 估计早就上船跑没影了 不过这些 对于寻谷之石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一战的投工还是被平山击中抢走了 此时距离弱霞熊谷市 还有三百五十年 熊谷之石的孙子 熊谷之国 获逢安逸国三入庄 开创了安逸熊谷市 安逸熊谷市的故事之前聊过 这个饱含平式基因的和睦家庭 在兄弟纷争 兄妹纷争 敌数纷争之后 又经历了足力以满打压 毛利援救逆袭 等一帆风顺的发展 折腾了三百多年成为毛利援救的家臣 并将原主家安逸五田市赶出了安逸国 安逸熊谷市的一部分族人 追随原主家一起投靠到若霞五田市 被称为若霞熊谷市 若霞熊谷市不是什么大家族 有故事流传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熊谷之之 他是若霞五田市的四老之一 本能思之变后 家都五田元明 选择支持明智光秀 这让熊谷之之十分焦虑 在那个乱世 有些选择会为你打开新的世界 有些选择会让你告别这个世界 最终 熊谷之之选择了风尘秀吉 为自己打开了新的世界 风尘秀吉成为天下人后 熊谷之之获风令第五万代 之之尝出了一口气 虽然路途凶险 但自己总算是熬了过来 不久熊谷之之被任命为 接班人风尘秀赐的家劳 1593年 风尘秀吉老来得子 这让熊谷之之的生命仅剩两年 两年后 接班人风尘秀赐 因涉嫌谋反被逼切夫 两天后 挫娥也的二尊愿 熊谷之之在一生叹息后 切夫殉主 留下此事师 有些事不必再问 只有挫娥也的神佛才知道答案 落下熊谷时的另一个人 叫熊谷之圣 他在朝鲜战争中担任军监 因工作出色 后方封后国安齐城一万五千弹 不过也因为军监的工作出色 得罪了不少武将 1598年 风尘秀吉去世 这让熊谷之圣的生命 仅剩两年 不久 熊谷之圣被家藤清政 黑田长政等人上告 领地被没收 但事情并没有完 两年后 官员之战 熊谷之圣 作为十天三成的妹夫 加入西军 和十天三成的另一个妹夫 扶元长遥 镇守大元城 很快 东军那边 派沉稳内敛的大将 水野盛城杀了过来 二支丸 三支丸陷落 9月17日 大元城内的向良赖坊 组织军事会议 熊谷之圣 匆匆赶到会场 那个会场 就是若霞熊谷市的终点 会议只有一个议题 杀戮 熊谷之圣父子 被已经叛变的向良赖坊 杀害 首级献给东军 东军获胜后 向良赖坊 成为人籍藩的初代藩主 在向良市的菩提寺中 供奉着纳斯军事会议上被杀害的人 寻谷之圣父子 牧村游信父子和环剑一职 以及被向良赖坊背叛的西军主将 十田三成 若霞熊谷市 从遥远的板东平市一路走来 终结于齐父的大园城 路上皆是五家男儿 有平清盛平降门的叱咤风云 有自称平市后人的枝田信长的霸业乳梦 有上山千信 北条早云 等众多庞系后人的起伏兴衰 旅途如此漫长 所谓的绚烂转瞬即逝 更多的是这些板东平市的骑路旅人们的拼杀 跋涉和最终的前路苍望 下面聊几个景点 并感谢大家的观看支持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 投币转发 谢谢 东京千代田区大手厅 是日本的经济中心之一 日本农协 独卖新闻 三井 三陵 等众多企业分布其中 这里还藏着财政部的所在地 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有一片真空地带 那里是板东武市平降门的首重 位于大手厅一丁目一番一号 传说平降门去世后变成怨灵 导致没人敢将他的首重搬迁 1923年关东大地震 降门总和财政部都被损毁 政府十分高兴 感觉地震也不完全是坏事 赶忙将财政部的临时官厅 盖在了降门总的遗址上 结果 以财务大臣为首的 十几位财务部官员 接连死亡 政府只得将首重复原 即便这样 1940年 财政部依然遭到雷劈烧毁 而那一年 刚好是平降门去世 一千年 二战后 驻任美军司令部 发现这个地方 竟然还有一片空地 十分高兴 计划将首重 平整为停车场 当地居民十分纯朴 没有将首重的故事 告诉美军 结果 负责施工的推土机工人暴毙 停车场设计者坠楼去世 负责工程的美军参事官 死在寓所 接任的美军中尉 第二天死于车祸 虽然美军坚信 这是东方人的迷信 但还是放弃了 停车场的修建计划 此后 大家对降门总 都十分敬畏 毕竟 平降门是个不善言辞 只爱默默做事的人 据说 在降门总参拜 可保佑远方有子 平安归来 虚摩寺 位于兵库县 神户市虚摩区 为真言宗 虚摩寺派大本山 山号上眼山 本尊圣观音 当年 元平和战的一支谷战场 就在虚摩寺附近 据说 元毅经 曾在寺中的松树下休息 而平敦圣的手种 也在虚摩寺 虚摩寺的珍宝馆 还藏有平敦圣使用的 古笛青叶 当年 这位酷爱吹笛的美少年 只要不吊转码头 便可登船 离开这片杀戮之地 是向那茫茫的人生旅程 关于日本战国的其他故事 我们下次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